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练习的部分 我们学了 就是表示转移的方向的 就是表示这个通道的 还有是表示也的意思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生词 又是 这个词呢 是英语的building 的意思是楼的意思 这个词呢 可以有两种翻译 一个是 可以选择的 都是可以的 本来按照规定的话 应该是 可是很多人都在生活当中 都说成 所以这个韩国的标准法 翻译法是认同这个例外的 好吃的意思 是好吃的意思 还有是 是银行 是银行的意思 汉字词也是写成银行的 还有 这个词呢 也是汉字词 汉字写成 游地局 意思就是邮局的意思 意思就是邮局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帮 是面包店的意思 帮 是面包 在这里是店的意思 商店的意思 帮 就是面包店的意思 还有是 所以他们结合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是 衣服店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表 这是一栋楼 一层有 食堂和咖啡 餐厅和咖啡馆 二层有 书店 三到五层 是白货店 那我们看一下 所점에 어떻게 어떻게就是 怎么的意思 是吧 所점에 어떻게 갑니까 所점에 어떻게 갑니까 书店 咱们走 假设 我们 都在 在这个 低层 那怎么办呢 上面 怎么说 上面 上面呢 是 위 是吧 위 위로 在这里 是 위로 而不是 으로 不是 위 因为 위 是 开音节 是吧 위로 올라 가세요 上去 吧 올라 가 是 字干 세요 是表示 命令 위 气 的 위로 올라 가 세요 或者呢 是 二层 二层 怎么说呢 二层 二层 층 二层 위로 在这里 在这里是 위로 因为 층 有 소인 二层 위로 올라 가세요 是这样子的 下面呢 一层 一层 무엇이 있습니까 在这里 에 是表示一个事物 一个状态 所在的地方 是吧 一层 一层 就是那个 所在的地方 什么所在呢 是什么 我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一层有什么 一层有什么地方 餐厅和咖啡馆 是吧 先是说 식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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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있습니다 有 餐馆 后呢 这个 도 是表示 也的意思 是吧 카페 도 있습니다 也有 카페 馆 这样的意思 식당 이 있습니다 카페 도 있습니다 也有 카페 馆 这个 三层 에 무엇이 있습니까 三层 有什么呢 三层 에 무엇이 있습니까 사 층 은요 在这里 은요 是呢 的意思 是吧 사 층 은요 四层 呢 都是 百货店 是吧 所以 这是一个 表达方式 三层 有 百货店 四层 也 有 百货店 所以这句话 可以怎么说 三层 这是咱们做的一个练习 还有一个 预计部分 先看一下 저는 있습니다 好吃 음식 음식 정말 맛있 습니다 菜 很好吃 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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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운행 있습니다 有 银行 二层 운행 있습니다 二层 有 银行 二层 也有 这个 옷 가게 두 있습니다 也 有 衣服 店 是吧 옷 가게 是 衣服 店 두 是表示 也 的意思 있습니다 再 有 有 衣服 店 这个人 喜欢哪个 地方呢 喜欢 A 楼 是吧 所以 A 빌딩 을 좋아 합니다 这个人 怎么说呢 이 사람 是吧 이 사람 이 사람은 A 빌딩 을 좋아 합니다 这是 回答 第二楼 有哪些 商家 第二楼 有哪些 我们看一下 一층 就是 第二楼 的意思 是吧 二楼 一층에 운행이 있습니다 二楼 有 银行 옷가게 도 있습니다 也 有一幅店 所以 这句话 回答 是 二层 有 银行 也有 衣服店 这句话 怎么说呢 운행이 있습니다 在这儿呢 放什么呢 也 表示 也 的意思的 一个 助词呢 是 土 这个 옷가게 放这儿 옷가게 土 也 있습니다 有银行 有银行 衣服店 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我们阅读部分的结束 那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今天学了这个方向 方向 表示方向的一些词 还有两个注词 一个是 如 就是表示通道的 表示一个转移方向的 注词 还有 土 是咱们刚才练习的 那个表示也的意思的 一个注词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到此结束吧 大家辛苦了